有好多的粉丝家人们给我留言,说小酥肉怎么炸都不酥脆 今天就把小酥肉的详细做法分享给家人们 认真看完我这个视频,保证你也能做出这样的小酥肉 首先咱们准备一勺的花椒粒,放入无油无水的锅中 小火进行炒制一下,炒出它的料香味 盛出咱们放到案板上,给它碾碎备用 准备一块里脊肉,喜欢吃肥一点的呢,咱们准备点五花肉 先切一厘米左右的厚片,然后再切成均匀的细条 要想让小酥肉好吃,咱们需要腌制一下 肉里边咱们加入半勺的胡椒粉,一勺刚才碾碎的花椒碎 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少许的盐 充分的给它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 要想让酥肉酥脆,这个面糊是关键 大碗中咱们打入两枚鸡蛋,两勺的玉米淀粉,一勺的面粉 重点是放半勺的泡打粉,少许的盐 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让面糊中没有面疙瘩 然后咱们倒入半勺的食用油 这样炸出来的酥肉表面有光泽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把腌好的肉条倒入面糊中 用手给它翻拌均匀,让每一根肉条都裹满面糊 油微升至六成热,就是筷子插到油里边,冒密集的气泡 这个时候咱们下入一根一根的肉条,先不要翻动 炸至定型了,再翻动,粘在一起的就开了 视频都看到这了,建国又管您来要一个双鸡了 您就帮建国点一个吧,就差您一颗爱心就上热门了 辛苦您了,最后咱们炸至外表浅黄酥脆 捞出大概也就炸个三分钟 油温咱再次升高七成热 再次下入肉条进行复杂,这是小酥肉外酥里内的关键 最后炸至一分钟左右,外表金黄酥脆了 咱们给它捞出来,撒上烧烤料 小酥肉,您像我这么做,真的老好吃了 这次的小酥肉教程您学会了吗? 如果您还是没学会啊,我只能带着我这肉和锅去你家教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